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嫂子 没泪 你这死丫头 还知道回来啊 行了 别啰嗦了 赶紧和我去查去 赵儿你回家是要先拜见父母的 这个规矩可不能坏啊 嫂子 我和大哥还有重要的事情要谈 等有时间了 我会去拜见父母的 就别惊扰他们了 不是说这日本人已经 赶紧回屋 我这有客人 我们还有事要谈 请 叶大将军 你刚才跟我说的 江城的未来憧憬 很是打动我呀 所以 你对我的劝降 我基本上同意 古川没有说错 你的哥哥的确是个明白人 我现在有个问题 想问问题 假设我们的市长不答应您的条件 要把您当作人质 来逼迫日军退兵 您会怎么办 江局长 你太不了解我们日本军人了 我们日本军人是以效忠天皇为最高荣誉 如果你们把我当人质 我看会对江城进行毁灭性的打击 用一成人盯我一条命 你觉得市长会这么做吗 这件事对我意义重大 你得让我再考虑考虑 大哥 大哥 你不要被野党给吓唬住了 二哥虽然把自己当成日本人了 可他绝不会为了野党 去屠杀所有江城人的 大哥 我们不能放弃眼前的机会 刚才他说了 要我们不抵抗 他们就不会为难我们 大哥 你怎么那么糊涂啊 不是我糊涂 是你太幼稚了 有些事情你根本不明白 大哥 你再想想 我们绝不能投降 行了 别说了 我别有选择 张海鑫 你真的要去做汉奸 你就不怕把你妈气死 是你把爸叫来的 你要当汉奸 我就得把爸叫过来管你 你要是去当汉奸 你就先杀了我 爸 刚才野党说 如果我们不投降的话 你的二儿子 就要炮轰江城 妹妹 你二哥 真成了杀人不眨眼的日本鬼子了 变成杀人恶魔了 妹妹 我怎么就不相信你二哥小婷 他对江城 对咱们家 没有一点感情呢 我们 我们没有亏待他呀 都是我做的孽 爸 这怎么能怪您呢 海鑫啊 你听我说 我当年就是因为心软 当断不断做错的事 我那憋屈了大半辈子 你不能再走我的错了 我们就是死 也不能再去做 败坏家门 一臭万年的汉奸 大哥 就听爸的 先把野岛抓起来再说 行了 你就别火上天油了 我现在请你 让这个日本特务 离开我们家 他想让江城人投降 他可以去找市长 不能让我们江家人 拿钱做垫背的 你请他马上走 江万林 二十多年前 我就认为 你是一个缺乏灵性 感情用事的糊涂人 所以 我才没让我妹妹之子 跟你交往 到现在 你的目光 依然短情 远不如 你的儿子 我告诉你 如果江城军民不投降 古川 就会带着军队杀进城来 毫不留情的图城 其中 就包括你 这个 令他痛恨的风险 野道 这个日本特务 当年你从我身边偷走我儿子 是不是就是想把他培养成为 仇恨我 仇恨中国人的杀人狂 你是想让他回到中国来复仇的 江老爷 你太小看我野岛了 别忘了 当年我带走的 是自己的亲外甥 我是带他 回到自己的祖国 我是为了培养一个 大和民族 优秀的子孙 现在 他濒临城下 不是为了寻死刑 而是为了 大东亚的共荣而战 那时候 即使你一个人出城 把你的老命交给他 他同样会荡平江城 不会有 任何人次 报应 都是我的报应啊 江海兴 你要是想投降做汉奸 就马上跟着野岛走 从此之后 我没有你这个儿子 更没有古川这个儿子 你们走 你们走 爸 对不起了 野岛将军 我们走 大哥 妹妹 你留下 让他们走 野岛将军 你竟然敢一个人 独自进入江城 还面对面的 对我进行劝详 所以我认为你对江城 的确有一份独特的感情 我愿意向你承诺 我放下抵抗以后 你的队伍进城 不会对江城的老百姓 打开杀戒吧 那是当然 所有的大炮 没向这里 法医可炮弹 好 为了百姓平安 我宁愿背负大罕见的恶名 我让部队缴械 把江城送给你们 但是 我有一个条件 你必须答应 什么条件 请说出来 我的保安团 是军队建立的 军人是不能投降的 如果你同意的话 让你的队伍 给我闪开一条通道 我带着我的保安团 顺利出城之后 江城随即交给你 王市长 你带你的保安团 离开江城 为什么不把 江局长的警察队伍 一同带走 那是因为我 彻底相信你的承诺 日军进城以后 江城百姓 都要过有秩序的生活 一个对江城熟悉的 警察部队 可以帮助你们 维持社会秩序 王市长 不愧是一位 爱民市长 好 你的条件 我完全答应 江局长 我问你 你愿意和你的警察部队 一起 留在江城吗 王市长 您 愿意让我留下吗 还行 我是一个 外来的官员 对江城的牵挂 也不如你 你的一家老小 都在江城 我觉得 你应该留下 既然 王市长 选择让我留下来 那我就留下来 好 两个小时 我们打日本皇军 撤出阵地 你带你的保安团 离开江城 开心啊 以后江城 就属于你了 叶大将军 嗯 我有个请求 说 我父亲 您能原谅吗 你现在 已经是皇军的人了 你的事 就是我的事 他所犯的错误 我会原谅的 非常感谢 好 留步 嗯 古川 舅舅 您回来了 怎么样 江城的守军 决定投降了吗 你认为 他们会投降吗 舅舅能够回来 说明那些 贪生怕死的官员 应该是同意了 嗯 他们 别无选择 太好了 舅舅 妹妹没和您 一起回来吗 啊 她留在家里了 这次 她帮了军中 不少工了 啊 先不谈你妹妹了 古川 你现在 立刻赶往江城北门 将围城的部队 撤出阵地 让市长的保安团 顺利出城 舅舅 你要放走江城的手军 同学们 日本鬼子 马上就要进城了 现在 摆在我们江城人民面前 只有两条路了 一条 就是当良民 当顺民 苟且偷生 毫无尊严地活着 另一条 就是和鬼子斗争到底 我们宁死也不当亡国奴 你们说 我们走哪条路 不当亡国奴 不当亡国奴 没错 我们宁死也不会当亡国奴 我们要像上海的八百壮士一样 与鬼子斗争到底 绝对不会怕流血牺牲 道理上 应该是这样的 可是我们怎么去抗争呢 就靠我们这几个人 连俩枪都没有 同学们 你们说的对 就凭我们现在这几个人 确实不是鬼子的对手 但是 我们可以鼓起 全城人民的抗战士气 只要大家 有信心 不灰心 在你们心里 鼓足勇气 这样的话 对于日本鬼子 那都是一种关键的打击 我们大家可以集中起来 找机会 去夺枪 然后 慢慢地发展自己 毕竟 我们还要在这个城市里 生活下去 我相信 是会有机会的 这些传单 是我这两天 抓紧时间印出来的 你们啊 一会儿每个人都拿一些去 趁着晚上的时间 到城市人多的地方 把他们都散发出去 我们要让江城人民都知道 江城还没有完 江城是中国人民的江城 没看出来啊 张浩 你这些大道理 是从哪儿学来的 这还用学吗 通过这些天的流血斗争 不都说明问题了吗 来 拿着 给你 来 武川大 这次我们大日本皇军 打进江城 我们的当务之急事 要打消江城百姓的布局 这固然很好 那具体我们怎么实施呢 你知道 特洛伊木马的故事吗 您的意思是 偷偷摸摸地前进去 对 你马上找几个 惊重汉化的士兵 让他们 化造成江城百姓 混进城去 目的只有两个 一是 放弃挖火 制造捆荒 二 杀掉那几个 抵抗我们的人 记住 必须要做到 杀一惊拜 离音外合 刚柔病机 舅舅的方法很高明啊 哪里啊 武川 你才是青叔于兰 胜于兰啊 这事情交给你了 马上行动 嗨 开门 开门 放我们出去 开门 开开门呢 不止叫 不出去 都闭嘴 告诉你们啊 上面不发话 你们谁也走不了 别走啊 走走 我 我是赵 赵团长 你还笑得出来 都是泥条的事 我告诉你 上面不发话 你们谁也走不了 赵团长 跟你说句话 跟我说句话 你要说什么 想让我搬起话 我跟王市长说句话 你放心 不为难你 就是让你给王市长带句话 好 那我就听听了 你想跟王市长说什么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王市长 我说 偷下小鬼子 只要死了一条 好好好 好好好 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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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王市长带 他可是吩咐过 你不能随便外出的 他这会正休息呢 我没敢跟他说 嫂子 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你一定要给我保守好这个秘密 我走了 张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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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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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外面喊了你那么多遍 你也不理我 赶紧起来 你看 给你带什么来了 起来 张浩 你怎么了 你们两个 有 赶紧送到赵老人那儿 赶紧去 是 走吧 来人 来人 队长 监狱的人呢 都跑哪儿去了 队长 您先别着急 这帮犯人吧 我都给他放了 放了 放了跑哪儿去了 这放了 我哪知道跑哪儿去了 你 你还准备把他们给抓换 赵紧送呢 他跑哪儿去了 我 就是听了他的话 才放人哪 他跟你说什么了 你给他放了 他 他说 咱们可以为了活命 投降日本人 但是 得给自己 留条后路 我就是奉了 师长的命令 才来放人的 他人哪儿去了 这 这 真不知道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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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师长 赵景州 我最终还是采纳了你的意见 和日本人谈条件 第一 我们的军人 不能投降 第二 把江城让给日本人 但有一点 不得祸害江城的百姓 跟我没道走吧 王师长 是日本人 让我们保安团的弟兄 从南门出城了吗 对啊 只有南城的日本人 放下了武器 正好被我们闪开了通道 我们的队伍 正好可以从这儿出城 王师长 你糊涂我 日本人 是绝不可能放过 不投降的军人的 你们听我 让我们的士兵 脱掉军装 我们改刀走北门 求中出城 赵景州 你太多疑了吧 日本人是为了得到一个完整的江城 才不愿意打仗 才让我们出城 如果不从这儿出城 别的城门都戒备森营 我们从哪里走 你当我傻呀 王师长 听日本人的才叫傻呢 好 我这次就傻一回 让你看看 邪大长 我们走 老师 听我的 按日本人的路线走 一定会收到日本人的附近 我们改走北门 赵团长 你能保证从北门走 就没有日本人的围剿吗 老师 我不敢保证 走北门就没有日本人的围剿 但是我敢保证 你不按日本人的路线走 我们活下来的希望会更大 谢团长 就不要跟他啰嗦了 赶紧走 老师 你我都是带兵的 你如果信得过我赵景州 你就分一对人马给我 我带他们走北门出去 如果我们都可以突围出城 我们就在三科书界面 到我龙山一起打鬼子 谢团长 日本人进城的时间就快到了 还不快点走 老师 三营长 是 带上你的人 跟赵团长走 一起听赵团长的指挥 是 我赵团长的指挥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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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是小鬼子在三棵树涉了埋伏 等着王市长、谢团长他们入套了 亏得我们和你走了 要不然我们也被小鬼子包饺子了 三营长 鬼子在围剿我们的弟兄 你说我们救不救 赵团长 我们好容易跑出来 回去 只怕是救不了他们 把咱们几个的命也给搭上 你要是怕死的话 你就先走了 三营的弟兄们 有没有人愿意跟我去救谢团长的 有 跟我来 到 妹妹啊 爸爸 还有件事情要求你 爸您说 你给你那个二哥说 让他永远不要进我们将家的门 爸 您放心吧 既然大哥已经拱动市长投降日军 日军进城后是不会乱杀人的 还有我二哥 虽然变成可恶的鬼子 可他心里还是有我们家人的 他心里要是有家人 就不会去做叛国投敌的鬼子 当初赵景正说他是日本特务 我还不信 夜下 你大哥也投降了日军 不知道 守城的赵景周知道了 会是什么反应 爸 您说什么 景周在守城 怎么 你不知道 前两天赵景周 已经回了江城 正在帮助你大哥守城 不知道啊 也没有人告诉我 让开 你 干 干什么呢 没看见江的小姐吗 江队长 你这什么意思 大小姐 小子不懂事 你多担待 这不日军马上要进城了吗 江局长让我保护好你们家人的安全 这外面兵荒马乱的 您就别添乱了 那我问你 赵景周还在江城吗 赵景周 他是不投降的主战派 现在肯定跟保安团 黄市长撤离江城呢 黄市长撤离江城呢 快快快 走 快 快 站住 站住 快快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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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闭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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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悔没听你的 出了日本人的拳头 日本人 对我们没有人次 从我出来的 这十几个弟兄 都是好样的 你带着他们 跟鬼子干 王市长你放心 我一定带着他们 跟鬼子血战到底 赵团长 赵团长 要把他们杀戏 我 我拜托了 赵团 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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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顾川 当初我离开江城时 告诉你半年之内 江城必定归属黄军 如今看来我没骗你吧 顾川 我当初低估了你的能力 江局长 使实务者为俊杰 我希望你们兄弟俩能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努力 江局长 我们该进城了 好 请 江城的陆老师 您听着 现在 现在 别在这儿敲了 老子喊话呢 你给我滚 江城的陆老师 您听着啊 现在 咱们江城已经被大日本皇军管了 想要继续做买卖的 继续过日子的 就得买这个旗插在这个门上 王老板 赶紧的 掏钱呢 往这 往这 来面棋 这棋多少钱啊 三个大洋 三个大洋 这么贵啊 贵 很贵 简直就是天劲 但是你想 这三个大洋买面棋 能保你全家平安 还贵 贵吗 照这么说 也不贵 嘿嘿嘿嘿 这棋 必须挂嘛 不挂 那 那 那就是反民 轻者进监狱当欧工 重者就要掉脑袋 挂了 就是打打的良民 你说是挂啊 不挂啊 挂 挂 这啊 就对了 嘿 哎 走了 爹 你这 这棋子 您看一下 来 这啊 可以 拉花好了没有 要吃了吧 嗯 好多了 你在我里头歇着呢 嗯 爹 那 那棋子您都看过了 给我吧 给你干什么呀 记者三块大洋买的 我看 当个屁股垫 比挂在门外 当狗皮膏又强多了 爹 我知道你心里有气 但是您想想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啊 江城现在归日本人管了 你说 他进城以后没有乱杀人 就已经很不错了 不就是让咱挂个旗子吗 咱挂就是了吗 他们今天让你挂旗 你就挂旗 明天让你往祖宗脸上尿尿 你就尿尿啊 岂有此理 爹 古爹 咱家这告药皮 是你让挂上的吗 妈 你看呢 家家不都挂上了吗 海星说呀 就把这高药皮当平安符吧 你男人江海星 不是警察局长吗 他的宅子 还用得着这狗皮膏 要报平安吗 去叫人 把他给我接下来扔掉 妈 不能这样 要被鬼子冰看见了 可要出大事的 能有比死还大的事吗 听着蝴蝶 大汉间江海星 已经不是我的儿子了 别人家挂什么棋 我管不着 在我们江间 只要我还活着 这高药棋就别想挂 要挂 等我死了以后再挂 妈 大小奶奶 这棋还挂吗 五叔 你先把棋摘了 先不挂了 古辰 古城将军命令我们 不再进宫 而是驻守江城 你没有意见吧 古川是帝国军人 一切以帝国之需要为重 嗯 知道为什么 这次提升了你为中族 让咱们就职 驻守江城吗 因为五成将军知道 舅舅是一个 抖中国文化的人 只有舅舅 才能体会天皇的意图 把江城致力成为 终日亲善的 样板之城 说得好 你看看 这把小狐 你知道 是出自何人之手吗 江城是中国陶都 在江城 做狐最有名的是 赵锦舟的父亲 赵月亭 这把狐 多半是出自他的手 赵锦舟 赵锦舟 虽然是我们需要 清缴的抵抗分子 可他的父亲 是我们需要利用的 治狐大师 而他的女友 也就是你的妹妹江梅 还要他继续为我们工作 舅舅 我已经让江海星通知江梅 说您已经原谅他了 让他必须继续为皇军工作 他怎么说 他的意思 是等过完年 再考虑工作的事情 过年 又是过年 顾船 你愿意到赵家 过一个中日团圆年吗 舅舅 江城的冬天很冷 赵家 是我曾经赶到 唯一温暖的地方 传令兵 一道司令 请致使 去 把江海星带来 是